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欢迎收听 Ivy老师带你一起好好谈恋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会好好谈恋爱的时候了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呢 是我几年前遇到的一个来找我咨询的 也是一个女生 那她是一个90后 她找到我是为什么呢 就她和她男朋友已经谈恋爱一年多了 那她男朋友其实跟她年纪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谈了一年多 但是他们就觉得对方彼此很好 然后性格各方面都很合适 然后希望说能够结婚 那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于那种小城镇 但是他们是到大城市去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那就觉得我们双方都谈了一年觉得挺不错 然后想要结婚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见家长 其实对于华人来讲 见家长是很重要的一步了 那听到这里都觉得一切很正常 故事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没有转折的故事 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节目里了 然后男生就带着女生去见家长 那这个男生呢男孩子住的就是地方是比较小的一个这样子的城市 那爸爸妈妈呢就还是有比较传统的习惯 会拿两个人的生肖 问不问不知道 一问妈妈就吓一跳 女生是属鸡的 男生是属狗的 我相信啊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八字啊 这方面的知识 你们都一定听过有一个成语叫做鸡犬不宁 对不对 也就是说属鸡和属狗呢 它其实从这个玄学的层面上来讲了 两个人的个性不是很合 而且呢是相冲相克的 可能呢没有办法让对方 就是不是一个帮助的角色啦 是一个捣乱的角色 然后呢男生的妈妈就非常非常的反对 极力反对这一段关系 各种反对 一开始呢就在家吃饭的时候 就不给他好脸色啊 然后处处找他的茶啊 然后说他洗碗洗得不干净啊 然后说他拖地拖得不认真啊 然后各种在他男朋友那边 就是告诉他很多 以往发生过关于生肖不合产生的悲剧 一度就是给那个男生洗脑 就是洗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曾经有发生过怎么怎么样的事情啊 也是因为生肖不合啊 然后结果应应要结婚啦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很多血光之灾啊 是生意破产啊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然后妈妈就用他的方式就一路再阻止 那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爸爸呢 基本上是属于那个默默不讲话 但是呢老婆如果实在闹得太厉害呢 他就会出来安慰一下 所以那个女生就非常尴尬 就感觉好像突然之间 这一个家里面的人都与他为敌了 那这个男朋友他的做法是怎样的 这男朋友就非常苦恼 在这个中间呢 因为他原本也是一个孝顺儿子的人设啦 他人设定位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通常的都是不会反对他的父母的 但他的确也很喜欢他的这个女朋友 所以呢他就变成夹心肉 夹在中间哈 里外不是人 女朋友这边呢又交代不过去 看他这样天天以泪洗面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那边要死要活的呢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两边劝 但是两边不是人 后来呢他们以就是假期不够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就赶快回来工作了 回来工作以后呢 这个男生还是一直忧心忡忡的 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每天会打电话来查岗 看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在一起啊 对吧 然后视频电话打一打 然后持续给这个男生灌输这种不合适 这样子的想法 那的确在这种高压下 其实两个人的沟通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嘛 那你说女生就是再懂事 再乖巧的一个女生 面对说你对方的父母如此反对我 肯定心里也会有一些情绪 于是呢两个人的争吵就越来越多 到后来呢男生就觉得 那既然我们两个人都磨合不了 不然就分手算了 对两个人来讲都比较轻松 那这女生呢是因为被分手了之后 实在无法接受 觉得这个分手的理由 极度荒唐 无法接受 然后再找到我来咨询的 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 问题点在哪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 问题点在于数项不合 我又改变不了 怎么办 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心理学老师和你们的差别 通常啊大家在听一个人的故事和他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些表面上看上去非常不合理 他又没有诉说出来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在传统的家庭 在马来西亚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家庭 他们在结婚之前会去看一下数项 看一下八字啊 合一合日子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不会到说 双方的孩子已经如此的 就是确认说 我就是要跟这个人结婚 反对却如此的够够力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点发生了 那矛盾点发生的时候 我就有问他 我说 那你们两个人要结婚 你们做了一些什么准备没有 比如说你要结婚 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稳定了 那未来你们生活会在哪里生活啊 对吧 对双方父母就是安排是怎样的吗 因为90后这个年代的很多孩子 在中国其实都是独生子女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孩子的 那他们两个人的男生是只有一个小孩 那女生呢 其实还有一个弟弟 那我就有问他 我说你们原来打算结婚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然后这个女生呢 就开始跟我讲更多关于他们相处的之间 还有他们的状况的一些细节 那我就了解到说 原来这个男生呢 也是在那种大的工厂里面工作的 其实是一个工人来的 那这个女生呢 是在那种就是卖鞋子的 这样子的店里面去做一个sales的 但是呢 他那个鞋子不是说非常大的品牌 就是是比较便宜的一些鞋子 那他也没有说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他的薪水可能就是千多块 但是在那个城市 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城市 其实千多块的收入是非常低的 然后他要靠就是卖掉鞋子的那个commission 然后工作时长又非常的长 双方其实学历都不是特别高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未来的生活 是完全没有规划的 两个人的收入都相对比较低一点 那男生会更好一些 那女生呢 就是打着这种 半临时工的这种感觉的工作 那我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的妈妈比较担心 你们俩结婚了以后要怎么办 他当时被我这个问题 他就愣住了 他说他以前没想过 就是觉得妈妈是因为他属鸡 男朋友属狗才反对的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父母更多的担忧 不是属相 因为他们也知道属相是改不了的 他们也知道说 今天哪怕去找一个 属相和男朋友合的人 也不一定他们的婚姻就会很好 我相信大部分人 应该都清楚知道这一点吧 如果属相合就能长长久久 幸幸福福生活在一起 哇这个世界该多么的简单 我也要失业了 对吧 所以其实父母是知道的 他更多的担忧的反对是在于 其实你的各方面都不符合 他们找一个媳妇的期待 我说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他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 他仔细去想一想 的确的 因为他们照顾好自己都很难 有的时候都需要父母接济一下 然后呢高高到了大城市 工作也没有稳定 收入也非常的低 然后未来要生活在哪里 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成型 就很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孩 那两个人都很乖巧 是因为两个人生活成长起来的 家庭环境都是比较清贫的家庭 都没有说享受过非常优质的 这样的富裕的条件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说 自己要很乖很听话 然后去努力赚钱才能够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好起来 然后也很体谅父母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乖巧的那一面是因为他的家庭成长起来的过程所导致的 那个时候他才想到说 原来其实父母反对的并不是他的属相 反对的是他这个人 反对的是他和他儿子 他和他男朋友相处的时候 那种没有未来规划的这种很茫然的感觉 他那个时候才想通 所以你说这段感情你有机会吗 那当然有机会啦 你好好努力工作 你对未来有规划 你认认真真把赚钱这件事情认真的去对待 你不要说我们不说大富大贵吧 那至少两个人的生活 不说买房子至少可以租一个相养的房子 对吧 不说要生三四五六七八个小孩能养得起 至少你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 你的收入水平是可以养得起的 就是有基本的这个生活 让父母看到至少他不会担忧说 我儿子跟你结了婚 可能一个人穷变成两个人穷了 那他们就默默的在生活当中有了这些规划 两年以后他们再回去的时候 妈妈就没有那么反对了 因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确在一起工作努力 然后也让家里面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父母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也反而想的是没有那么着急结婚了 因为他们自己在奋斗的过程中 想法也有了很多的改变 以前对他们来讲就是二十几岁大学毕业 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死生活就是这样 但是在工作努力的过程中 看到了更多的世界的可能性 也看到了更多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不是说不爱这个人了 而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经历 觉得结婚这件事情也未必那么着急 必须得结 必须得那么快进入婚姻 成为父母 所以人生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那这个故事其实 我们也许没有这个幸运能够遇到说 正好爱上一个跟自己属相相冲的人 可能没有那个机会遇到那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情感问题 但是我们一定会遇到感情里面有一个砍过不去 或者有人来反对你们的婚姻 或者你们的沟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 三观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让你们无能为力的一些问题产生 那在这个时候 宝贝们 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件事情 看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你所看到的问题 真的是问题本身最重要的点吗 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 就像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 就像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是蘑菇云 但是发挥威力的真是那个蘑菇云吗 那个蘑菇云是在它的那个核心爆炸以后 产生出来的那个像而已 它真正能够有那么大威力 是它的那个核 它那个内核 所以一个问题不要只看表面 要去想一下 人家反对你 真的是因为属相吗 你和它的沟通那么不顺畅 真的是因为总是挽回你消息吗 问题的核心到底在哪里 我有遇到过那种 就是有一个男生投诉他的女朋友说 为什么他回朋友的消息就可以秒回 但是回我的消息 却要半天才能回 他就一直在纠结这个点 抓着女孩子不放 然后女生就是百般跟他解释 我在忙啊 怎样怎样啊 他就不接受 可是当我去问那个女生的时候 当然我没有那么激动 对吧 一个旁观者 我就问他那到底原因是什么的时候 那个女生对我 他才敢讲出实情 为什么 因为他就跟我讲 他说老师 你看我那男朋友太激动了 我要是告诉他实情的话 他就会崩溃了 抓着我不放 可能又要吵个两天两夜 我实在是不想花这个精密去吵架 所以我总是跟他讲说我在忙 朋友发给我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了 可是实际的状况是因为 我男朋友发给我的都是查岗消息 他都是来查我的岗的 他都是发给我说 你在干嘛 你还在忙吗 你今天做了什么 他说我一看到那个消息 我都烦了 我当然不想回了 不要说半天了 我甚至都完全不想回 我后面为什么会隔了半天才回他 是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还不回他 我今天回家一定要吵架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回他 敷衍他一下 那你想想 如果这个男生一直就说 你为什么不回我 你不重视我 一直就着这个问题 问题能解决吗 不能解决 问题的重点是在于 男生太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女生身上 整个感情都失衡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各位宝贝们 你们真的遇到说感情里面 有一个你觉得无能为力跨过去的坎 咱们深呼吸一下 洗把冷水脸 好好地想一想 问题的核心 真的是你看到的这些问题吗 还是有一些 你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在深深着影响着你们的感情 如果你自己找不到 没有关系 对吧 骗我 我来帮你一起找一找 好不好 你遇到任何的感情问题呢 都可以在instagram 找到我的账号 然后pm我 搜索ivypan underscore 然后pm我 把你遇到的问题 用文字的形式写给ivy老师 然后呢 我和我的团队的老师 很乐意来帮助各位 那当然咨询是付费的 好吗 我的专业需要你花钱 很开心大家能够守在这里 听我的这个节目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